我兒子就是兩度缺者 然後為什麼會發現 也是一個超驚悚的一個情況 就是他這邊這個下巴下面 腫了一個像乒乓球大 的淋巴 對 然後而且是越來越腫 然後他在腫的那個過程中 我們都覺得說 應該要看醫生 應該要看醫生 然後我們就進大醫院 為了這一科 然後準備開始檢查 那他就說 醫生建議說 那這個要怎麼斷層掃描什麼的 就要做那些檢查 必須得PCR 那就做 然後什麼又沒事 簡訊來了 張叉叉先生確診 就我們都不知道 我兒子已經二度確診 所以等於說 他這一科的那兩碗發燒 應該是因為COVID 不是因為這個零發 因為確診發炎 對 然後我就 從那個B1全家買東西上去 七天再沒看到他們兩個 火樹被隔離 我直接殺人 好吧 我沒有聽完